一名白衣男子双手合十 请有人帮忙 他和三名远警拍合照 合照完还向两名远警握手致意 不断鞠躬道谢 他就是曾受格莱美提名的R&B制作人Starroll 本名沟口真实日前来台旅游 这个月19号晚间却遗失钱包 并民众捡到报警 警方集中生智 利用社群媒体留言功能 一个小时就顺利联络上 原本要上飞机的沟口真实 还帮忙赴了精神车钱 顺利领回自己的皮夹 倘若在国外遗失物品 一定非常着急 由于皮夹内没有任何台湾的政见 同等便集中生智 利用社群网站搜寻留言 果真顺利联络到司祖领回 日本天王制作人相当的感谢 还颇文表示 我钱包在前天掉落在街道上 一个小时后就被送到警察局 而且没有任何东西被拿走 警察局立刻找到我的IG 资讯我 我身上没有钱 从机场搭计程车到警局 他们还在外面帮我付了钱 台湾谢谢你 我永远不会忘记 知名制作人来台 感受到台湾警方的热性跟温暖 成了最好国民外交的示范 记者林军夫 黄灵娟台北报道